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就有一张明代的拔布床 拔布床是一种造型奇特的床 它由三面板合围 宛如一间摆在房间里的小屋 拔布是抬脚踏步的意思 因此拔布床也叫踏步床 这张明代的拔布床高约三米 宽约2.5米 它由红木制成 从外形上看 床好像建在一个木制平台上 平台四角立柱 床前设踏板 有大约半米的空间 可以走动 拔布床在南方比较常见 这种床的床架很方便挂杖子或是帘子 冬天可以保温 夏日还能避虫 又有私密性 方便主人起居 床最上方是四层垂花 滴水门头 最上一层装饰蝙蝠卷草纹 寓意服从天降 往下一层描绘山水人物图画 只见山石林里 苍百葱玉 防舍隐于山间 山水相应 犹如一幅又一幅山水画 床内有雕花格扇 图案以花草藤蔓 青鸟凤凰为主 象征富贵安康 有花好月圆 幸福美满等吉祥寓意 床身上雕刻有西乡纪人物故事 寓意夫妻和和美美 门头有盐口 雕刻双缝图案 挂落在垂柱上雕刻的人物 表情生动 衣文流畅 显得神采飞扬 中间是乃安斯寝四字 这句诗来自诗经 有安田入睡之一 两侧格扎下面的裙板 一侧提有《柳浪文英》的文字 是仿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诗书绘画 《柳浪文英》是杭州西湖的民景之一 画面描绘了阳春三月 万树柳丝迎风飘舞 山环水绕 防射依山而建的美丽景色 另一侧群板 提有《平湖秋月》四字 也是杭州西湖名胜之一 画面以此为题 下面配有诗句 诗画相结合的形式 为拔布床增添了几分文人气息 这张拔布床使用了 极为复杂的修漆工艺 极尽繁琐华丽 并使用了描金 雕刻 嵌锣垫工艺 还选用朱砂 黄金 水银 琉璃 贝壳等名贵的天然材料 以精湛的工艺 把拔布床打造的 如同摆放在卧室中的一间木屋 据专家介绍 拔布床是明代出现的豪华家具 因为用料巨大 在清代以后 逐渐被架子床替代 加上拔布床本来数量就不多 船式的食物就更少了 据明代《天水冰山路》中提到 在明代嘉靖年间 大贪官严嵩贪污罪行败露以后 遭到抄家的处罚 在他家中一共超出640张床 其中采漆雕漆拔布中床 也就是中号的拔布床 有145张 拔布床是古代木床中规格档次最高的床具 但是体积大 用料多 价格昂贵 只有少数南方地区的富豪才能拥有 这张拔布床的主人名叫吴钱奎 他的故事还要从他建造的这座豪宅说起 这张拔布床的主人名叫吴钱奎 他是青田县最早到海外创业的华侨之一 这座吴钱奎故居就是他早年修筑的宅院 这是一座用灰砖修建的宅院 房子的门楼设计成三角顶 顶中部雕有地球 门楼两侧各设一个冲天铁榨窗 因为年久失修 院外的砖影壁已经严重倾斜 泥塑的符字大部分已经脱落 处处留下岁月的痕迹 步入故居 正房的墙壁上挂着吴钱奎和家人的老照片 中间的就是吴钱奎夫妇 吴钱奎所在的青田是中国著名的桥乡之一 当地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 指这里山多河多可耕种的田地很少 为了生活 三百年前青田人就有排排制走帆帮的传统 吴钱奎就是第一代华侨的代表 在吴钱奎故居里悬挂着一块海外观光点额 这是清政府驻比利时使馆二品顶带监督杨小景 赠送给吴钱奎的礼物 点额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 吴钱奎从小家境贫寒 他先是在宁波一家茶叶铺当小伙计 后来被老板派到新加坡销售茶叶 从此开始了他在海外打拼的人生经历 1905年吴钱奎来到意大利罗马贩卖茶叶 1906年他又饭茶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经过清政府驻比利时使馆介绍 吴钱奎携带家乡的茶叶到意大利参加赛会 由于茶叶质量上乘 吴钱奎获得了赢奖 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清政府驻比利时使馆官员杨小景得知喜讯 特意制作了这块海外观光点赠送给吴钱奎 表彰他为国争光 并且在匾额上记述了这件事情 比利时有一辆整个城市的红氧病 那个红氧病是一个茶叶把它捣碎 把它围在那个眼睛上 那个红氧病就马上就好了 那么那时候是轰动比利时的 1930年吴钱奎衣锦还乡 这座吴氏老宅就是当年吴钱奎 为了光宗耀祖特意建造的 据说建造豪宅的水泥 当今是从美国一路走水路运到清田的 再请工人挑进邦山乡 房子是按美国花旗银行的图纸 建造起来的三层洋房 但是罩壁上弱大一个幅字 还有别墅内部的木结构 特别是清一色的中式家具和这张豪华的拔布床 都彰显出吴钱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 夜落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吴钱奎虽然一生大部分时光是在海外漂泊和奋斗中度过的 他的后代虽然也生活在世界各地 但是他们都在清田的老宅中结婚 甚至也用拔布床作为各自的昏床 在吴钱奎故居里 除了这张明代的拔布床 还有两件清代时的拔布床 是吴钱奎的后人使用的昏床 这张写有官居赵锐的拔布床 极具诗意 在诗经中有官官居鸠 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 君子好囚的名句 在这里 官居是一种锐鸟 常常用来比喻感情和睦的伴侣 形容夫妻忠贞不宜 赵锐则是欲赵喜得贵子的意思 这是对祥瑞子息的祝福 床上的四字匾额 体现出中国文化 既有诗情画意 又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祷 可谓独具匠心 这张拔布床 以红绿为主色调 显得富贵喜庆 有三层滴水虫颜 第一层是微缩的全景山水图 第二层雕刻各种锐鸟花木 第三层是动作夸张的戏曲故事人物 整张大床以床内侧的图案最为精彩 五幅格善分别以五幅图画 描绘了杨家将的故事情节 每一幅图画描绘人物众多 场面宏大 好像是一场正在上演的舞台剧 这个床是五千块的儿媳妇的妈妈 当时是她陪嫁过来的 她陪嫁过来又陪嫁给女儿 女儿就是五千块的儿媳妇 就陪嫁到这里来的 所以这个床上下来是 等于是清初的时候应该是 很久很久了 那当时来说肯定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一般人 普通人住这个床住不起来 没这么多钱住的 我们小时候要是听人家说过 这是千工床 要一千功夫做 这张大部床也是清代的 上面图案依然好凡精细 整张大床采用了周红 彩绘 苗巾 百宝芡 以及多种雕刻工艺 从这三张八部床可以看出 无论是图案还是文字 都以诗理为主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即使是在最为隐秘的私人空间里 也要做到合余理 八部床所雕刻的图形文士 无一不体现出这一点 诗经中优美的诗句 以及诗中赞美的花草树木 秦鸟锐兽都被工匠精心雕刻在大床上 诗句 戏文 生动含蓄地传达着历史故事 透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明代是中国木家具发展史的巅峰期 这一阶段的木制家具 无论是质量还是工艺都达到了极致 八部床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家具文化和木雕工艺发展的一个缩影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